小公主的月亮 小公主蕾娜生病了 想要天上的月亮 国王召集所有的大臣 命令他们 设法把月亮从天上摘下来 可大臣们谁也没有办法 这时宫中的小丑对国王说 陛下我们可以去问公主 看她想中的月亮到底是什么样子 心中的月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国王同意了 于是小丑边跑去问公主 公主告诉小丑 月亮是金子做的 只比我手指加小一点 小丑亲了 你立即请公家 公匠 公匠用金子打 找一个小月亮 送给公主 送给公主 公主非常高兴 病了 病了 可好了许多 可到了晚上 国王又发愁了 公主 想到天上又升起个月亮 肯定还会不依不饿的 不依不饿的 不依不饿的 她只好再去请教小丑 小丑又走进公主的卧室 她正躺在床上 脖子上挂着那个金月亮 小丑问 月亮怎么能够同时挂在天空 和你脖子上 那公主想了想笑 我的牙齿掉了 还会长出一颗新的 月亮也是这样 说完它就睡着了 谢谢拜拜